嗨 大家好 我是趙佑 我們都知道蒸雞要吃蛋白質 那蛋白質在什麼時間點吃 到底有沒有差別 以前很多人會說 訓練完一定要馬上吃蛋白質 不然就浪費訓練後肌肉合成的窗口 這個說法基本上目前已經被證實是不對的 有沒有在訓練後馬上補充蛋白質 對於蒸雞是沒有顯著的影響 另外有一種說法是 我們不用在運動後馬上補充蛋白質 應該要在運動前補充 這樣的效果最好 關於這幾種說法 有的已經逐漸被新的研究推翻 有的好像還處在模糊不清的階段 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一篇今年剛發表的研究 這項研究我覺得價值在於 它就是針對有重訓經驗的人 在不同的時機攝取蛋白質 對於蒸雞的影響到底有沒有差別 過去一些其他支持蛋白質攝取時機的研究 可能受試者是小白鼠或是一些老人家 但我們真正關心的畢竟還是有重訓的人 到底加入重訓這個變異之後 什麼時間點吃蛋白質還有差別嗎 說到訓練後的恢復沒有什麼比好好睡個覺還要有用 日日居的三眠制試壓床墊 就是要把睡得好變日常 讓你每天都能從訓練的壓力中釋放出來 我自己睡了一陣子之後發現 這個床墊支撐性非常好 可以完全貼合我的身體 我自己很怕睡太軟的床墊 身體沒有被撐住的話 早上起來都會全身緊繃 日日居三眠制床墊 無論正躺 側睡 甚至趴睡 都能給身體完整的支撐 我一躺下去之後就能感受到身體完全放鬆 很快就進入睡眠狀態 像我自己有家庭了 床不會只有自己一個人睡 所以不打擾到旁邊的人就很重要 日日居三眠制床墊 採用高密度的科技棉床體 無論你在床上怎麼跳怎麼翻 睡姿多差 旁邊的人都超無感 其他的床墊一般都是依靠獨立桶 可是獨立桶要定時的翻床 確保彈簧的消耗是一樣的 日日居三眠制床墊沒有彈簧 不需要翻床 經過SGS測試 睡十年僅下限0.05公分 完全不怕塌陷 也因為沒有彈簧 所以體積小 單手就可以輕鬆的抬起 更換床單不費力 為了讓大家睡得安心 日日居三眠制床墊 提供了十年保固 還有150天的試睡服務 150天內都能全額的退費 專能道府收穫免運費 真的很貼心 另外也有雙層舒眠床墊可以選擇 只要放在家裡原本的床上 就可以使用 輕鬆入手 現在日日居三眠制床墊 有提供我們專屬的優惠價格 只要點擊下方的連結 就可以享有57折 外加6期零利率的優惠 最近想要添購新床墊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囉 研究是這樣進行的 40名受試者 平均年齡在24歲 他們會進行8週的主力訓練 每天會攝取 每公斤體重2公克的蛋白質 他們被隨機分成兩組 一組是即時組 他們會在訓練日喝下 50公克的蛋白質的乳清 而且是在訓練前跟後 馬上各喝下25公克 另外一組是延遲組 他們一樣會在訓練日喝下 50公克的蛋白質的乳清 差別是他們會在訓練的前跟後3個小時 各喝下25公克 非訓練日的話 就透過日常飲食吃到設定的蛋白質量 整個實驗過程都會激入受試者的飲食 並且在相同的條件下 測量受試的身體變化 最終測量也安排在最後一次訓練後的72小時進行 避免重訓造成的一些極性變化 影響測量的準確度 研究中使用的重訓課表 基本上是針對受試者客製化的 如果受試者平常的訓練量比較少 一週少於20組 那會被安排一週4天的訓練課表 兩天上次訓練以及兩天的下次訓練 超過20組的 則是安排一週5天的訓練課表 三天上次訓練跟兩天下次訓練 動作的次數在每組8到15下 RP8到9 所有的訓練過程都會在教練的監督下完成 所以基本上訓練的內容跟一般人差不多 研究最終會比較兩組人的身體組成 力量以及訓練量變化 我們直接來看結果 最終40人中有31個完成實驗 在肌肉量方面 兩組人的肌肉都有明顯的提升 但是兩組人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別 而在力量上 研究測試的是胸推的ERM 跟腿推的ERM 胸推ERM即時組稍微好一點 12.33kg對比延遲組的9.37kg 腿推ERM則是相反 延遲組的稍微好一點 44kg對比即時組的25.6kg 所以從力量上來看 好像也很難說哪一組比較有優勢 最後是訓練量的差別 兩組人之間沒有顯著的差異 看完研究我想大家應該更可以確定 有沒有在訓練後馬上攝取蛋白質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或是我們可以更嚴謹的說 只要在訓練的前後3個小時內攝取蛋白質 對於增肌跟力量表現 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當然這個實驗還是有不足的地方 首先受試者都很年輕 而且都是男性 我們不知道對年紀再大一點的族群 或是女性族群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影響 我們也不知道如果把蛋白質攝取窗口 延長到3個小時以外 會不會有其他的差別 不過我們就實務面上來說 如果你本來就會在訓練後 花一點時間補充蛋白質 不管是乳腥還是正餐 基本上你不太需要擔心蛋白質窗口的問題 一整天攝取的總量有達標更重要 最後我想要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 然後提供一些實際上的建議 第一蛋白質總量更重要 依目前的研究來看 每天每公斤體重1.6克就已經足夠 第二不要太在意蛋白質的補充時機 至少按照今天分享的研究來看 你在訓練前後3個小時內補充 都還來得及 選擇可以跟你的生活作息可以配合的方式 我覺得反而更重要 第三我建議可以盡量平均分配你的蛋白質 我覺得規律的飲食習慣 會比較容易長時間持下去 最後提醒一下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 如果你覺得訓練後馬上來一杯乳清真的很棒 那也沒有關係 你就喝吧 這樣做不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練完就是很沒有食慾 不想要吃太多東西 其實也沒有關係 一樣不會有什麼影響 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最後我想要了解你的想法 你是會在訓練後馬上喝乳清的人嗎 以下留言跟我分享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幫助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是點擊下方的超級感謝 支持我們做更多的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NFB 我們就要下次見 見大家拜拜 拜拜